接著就要介紹叫做化學風化 化學風化又叫做分解作用 就是使我們的石頭岩石的成分改變 那個叫做所謂的化學風化 那我們就算一種化學變化 因為成分改變了嘛 所以叫做化學變化 那麼其中水是促進化學風化的最主要因子 因為水會產生很多很多的作用 高中會有專有名詞 什麼水解水河水蛙溝一堆東西 所以反正水會產生很多作用 所以它叫做水是促進化學風化的最主要因子 所以剛才告訴你 溫暖潮濕地區以化學風化為主 那水會有哪些作用呢 有一種叫做溶解溶解溶解掉 像我們的正常識 常識會因為雨水的淋起 使它的金屬離子流失 然後最後會產生高磷土 所以我們前面告訴你 常識會變成高磷土 常識會風化成高磷土 來做陶瓶 老師啊 理化老師說 溶解是物理變化 你為什麼把它叫做化學風化 你們是我教的理化 所以我當初告訴過你們了 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其實是錯的 有一些溶解算是物理變化 可是有一些不能算 氯化納溶與水 解離成納離子跟氯離子 當然不能叫做物理變化 氯溶與水變成氫鏽酸跟赤鏽酸 更不叫做物理變化 所以第一個問題 溶解當作物理變化是有問題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理化老師講的 跟地科老師講的東西不太一樣 地科老師講的是石頭 地科老師講的是石頭 好 地科老師說的是 理化老師講的是這個溶子 糖溶與水 糖還是糖 所以叫做物理變化 理化老師說的是 這個有塊石頭 本來有鹽巴 魚水下來溶掉 鹽巴溶掉帶走 石頭從有鹽巴變成 沒鹽巴 成分改變 所以叫做什麼風化 化學風化 所以理化老師講的東西跟 地科老師講的東西是 不一樣的 我們看的東西是 我們看的是酒陶 看的是石頭的有沒有改變 所以呢 溶解是一種化學風化 東西不見了嘛 帶走了嘛 改變了嘛 這個 我不問好了 你就不要問了 你記得我什麼時候學過這個嗎 嗯 八下 交可逆反應的時候 碳酸鈣加西酸可逆反應 正反應 CACO3加2H症 雙箭頭 C2症 加1株O加CO2 正反應 碳酸鈣溶掉消失 就這個 石灰岩洞 然後 逆反應 深層碳酸鈣沉澱 什麼那個 中乳石 一老師教 上面掉下來叫中乳石 底下可能叫做石純 連在一起叫做石柱 就這個 這個是理化老師教可逆反應的時候 你才學過這個 忘記了 回去給我看 回去給我看 碳酸鈣加西酸的可逆反應 一個是碳酸鈣溶解 一個是碳酸鈣沉澱 好 溶解就是當它溶掉 所以形成石會岩洞 沉澱就是碳酸鈣沉澱 就是中乳石 OK 還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我剛剛跟你講過那個石膏啊 之前剛剛講的石膏 我上課有教過燒石膏、硬石膏跟石膏 你還記得嗎 我講過也不問你 你還記不記得 如果你忘記了 就回記給我重新看 什麼是燒石膏、什麼是硬石膏、什麼是石膏 重新看一遍 石膏 這個是加水、這個結晶水 這些東西都跟水有關係 這些都是跟水有關係 所以呢 我們說水是促進化學風化的最主要因子 所以告訴你溫暖潮濕的地方以化學風化為主 這是有關於水所造成的化學風化